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万只当空 恩怨修坏 舍无理你 流成不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哪儿啊 到底怎么回事 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都没事 父王 你怎么样啊 我的腿扭伤了 这样吧 咱们先找个地方安顿一下 然后再来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女儿 我们怎么突然来到这荒山野岭 又怎么突然遇到这个人 我看他的样子不像是农夫 也不像是猎户 倒像是军母之人 女儿 我们要小心 父王 没办法了 这儿只有他一个人 咱们只能够走一步算一步了 咱们只能够走一步算一步了 再说 这人看上去也不像是坏人 那个 过来帮一下忙好吗 来 来 对了 这是哪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是做什么的 小心点啊 他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他早发现了我们 要没发现 他就比猪还蠢 你说我们这么做是否太粗暴了一点 陛下让我们把霓裳贤子的转世 弄到他身边没错 只是 我们这样把人给卢了 是不是有点 不太讲究啊 都这时候了 还讲究 再说了 本三太子也没那好心思 弄到他虚的 说必须弄到他身边 那就弄呗 反正现在秘纸上写的事 我们不是都做到了吗 霓裳贤子 他的转世也是个公主 只是他之前没有那么多磨难 他爹 岁数又大 我们把他扔到荒郊野外 我真的有点 你还怕 无脑沉 会让他心爱的女人 饿死不成 走吧 接下来的事 让他自己处理便是了 对了 对了 你这儿有住的地方吗 我那里有一处茅庐 如果不嫌弃的话 就先住下吧 原来你会说话呀 我还以为你不会呢 各位师兄师弟 我们今天呢 要恭喜 我们的幽泉师兄 在幽泉谷 培养出了一朵棋花 我们要好好看看 想叹热闹 大家聚在一起 就聚在一起嘛 还非说要欣赏什么棋花 不过这话说回来啊 咱们这几个兄弟 平日里极少聚在一起 今日能有这么一个机会 大家热闹热闹 也不错的嘛 是啊 好说啊 只要我们开心就好 是吧 干了准备 来 干了 干了 可惜这个老大和老九没来 太不够意思了 下次我要见到他们 一定和他们好好理论理论 师兄 上次你们说了 那火山爆发异常的事 查到什么没有 暂时还没有消息 只知此事 在三界之外迫不寻常 即便是师父 也尚不明白各种缘由 敢荼毒凡间的生灵 要是让我知道是谁 我非宰了他不可 小师弟 你放心吧 这关乎着天下苍生 我们这些师兄弟 不可能坐视不管 如果让我们查出来 跟圣尊有关系 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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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快来救我 师兄 老九出事了 九师弟 你在哪儿 师兄 齐来山附近 有天兵在追杀我 跟云霓仙子 快来救我 我们受伤了 师弟 九师弟 糟了 九师弟被天兵天将 追杀到齐来山附近 我们赶紧去救他吧 要我去吧 一直以来都是师兄们帮我 这次开我回报了 而且对付天兵的事 由我出面比较妥当 流行移民比较快 我先去 也就几个天兵 说不定你们到了 我已经解决完了 我跟你一块去 好 我去通知师傅 走 走 走 这边 追 快 快 快 追 这边 快 你不要怕 再过两千里 就是我师弟的地盘 到时候 他们肯定不敢追过来 你师弟 没错 他很厉害 人们都叫他 齐来山石王 那石妖是你师弟 没错 在那边 追 追 好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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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 梅香上人 我等也是奉命行事 那圣旨之中 并没有提到您的名字 我将劝您 解释让开为好 以免动了手 上了天庭 与北斗摇光洞的和弃 按照惯例 要是告到解封祖师那 她们也不会 count护你们的 芸妮仙子 已经上交奏折 此却山神一职 所以并不算违反天条 山神一职 其实他说辞就辞的 我说陛下不曾批准 就是准了折子 他也是代职的神仙 绝非凡扶俗子 总之我希望你们 能够速速离去 否则等我的师兄们到了 北斗摇光栋 会为了这侵犯云妮 你天庭四火脸皮吗 就算北斗摇光栋的人来了 他也是多活几日罢了 圣旨上已经写明 旧帝正法 梦乡上人 得罪 师弟 是谁给你们胆子 来我地盘捣乱的 至于你触犯天条 乃是钦犯 这里又不是齐来山 我等捉拿 大王莫不是也要阻挠不成 首先 整个蓬莱国 都是我的地盘 由不得你们撒影 还有 本大王 这儿有你要的侵犯 师弟你不会把它交出去吧 这事情是这样的 你们跑到我齐来山 捉拿根本不存在的侵犯 这已经触怒了我 所以我要把你们全杀了 你 你敢 你要是杀了我们 天群就查不出真相吗 这是你倒提醒我 说得对啊 转头我就把你们的魂魄都毁了 免得他们查处 到时候我可就理亏了 怎么样 是要我收了你们魂魄 还是回去跟天地说 人找不到 过来 来 杀 走 这些天降的灵力有些奇怪 好像中了什么控制心神的法术 走 死下 不会啊 走 走 放了他 没想到 道不同 不相为谋 雅兰姐 石头阁在齐莱山外 遭遇了天兵的袭击 什么 这不是他自己的选择吗 那就让他承搭好了 反正救几个天兵 他可以搞定的 真的要让石头阁一个人应付吗 听治侯说 凤灵貌似被抓住了 事情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 走 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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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芸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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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已经入味 你要怎么抉择呢 杀了她 还是杀天兵啊 你选择你要的 入不入困局 举余 且看你自己了 且空 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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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木王 木王 这次和石妖对决 我是赢定了 杰空 你来迟了 九地正法 圣尊 这是你要跟我说的话吗 若是违逆你 便就地正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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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凌 别进去 劝儿如今 离你近在咫尺 你只要答应 配合老夫 我马上把他找来 把他还给你 蓝翡翠色的眼睛 风铃可能就是 劝儿的转世 所以圣尊才会接近风铃 才会让风铃上天庭 去做仙鹅 才会利用风铃 来威胁我 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是这样的 潘石 你怎么了 没事 好了 这边事情解决了 差不多我们去回齐兰山 好 走吧 杨岚 大王有什么吩咐吗 我有事想问你 等我处理好这桩事之后 跟你一起回去 不必了 走吧 潘石 你跟杨岚姐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赶紧就追他说清楚啊 师父 大师兄到底怎么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 大师兄他 想杀了云尼吗 清风 被一个特殊的法术所控制 迷了心智 师父 大师兄已是化神经 大罗金仙巅峰修为 何人能够控制大师兄啊 圣尊 这 师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自从清风 从吴极殿回到万空山 行事古怪 我便怀疑 他被圣尊所控制 一直没有应对 只是想顺势而为 看看圣尊 到底意欲何为 如今看来 控制清风的手法 并不是圣尊所为 其中的玄机 为师也难以侦破呀 好了 我已把清风体内的魔杖清除了 今后不会再复发了 至于圣尊的事 你们不要担心 倒是 猛乡之事 你们未曾禀报于我 便私自与天庭动手 是不是想 故意瞒着为师啊 你 跟我来一下 这老头 就人没见到跑那么快 这发起脾气来还挺横的 磐石啊 师弟 干得漂亮 你指哪样啊 这沙天君哪 还是说老头子坏话 都漂亮 已经惹出了独生时段 还以为他能给我骂一顿呢 谁知道他懒得跟我说话 这师父 咱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咱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师父他老爷子连去斥责都没有 这是该喜呢还是该背呢 比起咱被师父的无视啊 梦香子被师父这般训斥 反而好让人羡慕 真反贱 也许从来咱就不是老头子 真正义上的徒弟吧 师弟 方才我还在想 该如何处理此事 尽管我们都在 顶多也就是制止 断然不可直接出手 没想到师弟你 这笔账 怕是要算在师弟头上了 记就记呗 这次追杀九师兄的天君古怪 而且还追到我齐来山 分明是圣尊逼我如翁 想要我按照他规划的路去走 可惜呀 我被他抓住我的软肋 我不得不出手 圣尊在仙界的地位 整个天庭都对他敬畏三分 他的手段更是变化莫测 以师弟一人之力 是完全不可能有获胜的把握的 所以师弟 有事不要硬扛 来找师兄们 这只老狐狸 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不过我可没那么容易认输啊 还有师弟 你杀了那么多天君 此事天庭 必不会善罢甘休 恐怕你齐来山日后 将永无宁日了 若不是为了梦乡 你也不会入局 是师兄们连累了你呀 别这么说 咱们可是师兄弟呀 同门就要互助嘛 这不是二师兄你说的吗 那老头都不当我是徒弟了 但还有你们认我是师弟呀 那就彼此照顾吧 对 不分彼此 师弟 我欣赏你 他当初揍我的时候 你可是最积极的 那都是过去的事 师弟 你要是还放不下 师兄我给你揍一顿 补偿如何 揍你就免了 我就让你记着 你还欠我一顿揍 不 是两顿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 咱们是行者道 怎么能跟物者道那样 扭扭捏捏呢 丹宗师兄 这话怎么说的呀 什么叫物者道扭扭捏捏的 这可只有你们两个行者道 其他的都是物者道啊 不是 我 我说错了 去 你们几个回北斗妖光洞 给我面壁思过 是 悠泉师兄 我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 师弟请假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吗 如今实际已经成熟 我要去一趟地府 到时候还请师兄同行 当然可以 只是还得乔装打扮一番 虽说你是 北斗妖光洞弟子一事 几乎众人皆知 但毕竟没敷上台面 太过张扬 怕师父责怪 看我生死不 等到确定魂魄所在 往后还有许多事要养着二师兄 师弟放心 我先走了 我也要去 我要跟你一块去地府 查还生死不 你去干吗呀 我 我 我可以帮你啊 你待在齐来山就好了 而且这地府阴气壮 对你不好 你就在齐来山等我消息吧 排斥你消息我一定可以的 我一定要去 好 好吧 谢谢你排斥 谢谢你排斥 圣尊已经开始对风铃下杀手了 我必须要先搞清楚风铃 你到底是不是缺儿的转世 我必须要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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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先来 你怎么办 我必须要先来 你怎么办 知道 杨岚 你先开门 你若是气我的话 要打要骂都可以 我绝无二话 好 我知道你在气头上 不想见我 等你心情好了 我再来看你 杨岚 兰儿 你说你 都成什么样子了 还硬撑着 想瞒师傅瞒多久 起来吧 怎么了 还有外伤 师兄 快帮他拔把脉 看看到底怎么样了 师父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脸色苍白 灵力紊乱 做师父的 能不知道吗 我从未把你当师父 你却把我当徒弟 世事为我着想 不像有些人 总是我等了他一百多年 他也无动于衷 只执着于他的信念 却置我于不顾 傻丫头 你是我唯一的弟子 我不关心你 又能关心谁呢 好了 不说这个了 我们好好地把身体养好 灵魂师弟所言即是 心情愈结 于病情不利 而且你的伤 师兄 我徒儿怎么了 伤口已经从体内蔓延到体外 开始腐烂了 灵力不济 就连视线也开始模糊了 师兄 我没明白你刚才 刚才话的意思 心非衰竭 无脏俱损 定危之兆 恐怕 杨岚的寿缘将尽了 师兄 你没弄错吧 我徒儿怎么会 他怎么会寿缘将尽 不可能啊 师兄 你再把宝贝 杨岚曾受七剑断脉之刑 又有心结未结 之后 还伤了真缘 这些从未彻底根治 似乎还有一种 不知名的力量 在损耗着她的身体 所以才知如此低谱 师伯 我的寿缘 还有多久 如今 你的身体 记忆被刺病 侵蚀和损伤 并且随之时间的推移 这种侵蚀和损伤 还会加剧 依照目前的病情 慢则一年 快则 二师兄 不说这个了 您就告诉我 有什么办法 能救好我的徒儿 对了 您刚才说 他镇缘缺失 我有 我把我的给他 我把我所有的 镇缘的输给他 如果不行的话 还有阳言 我把阳言叫过来 全部输给他 可以了吗 师兄 我救这一个徒儿 我求求你救救我徒儿 师兄 师弟你冷静点 我能冷静吗 不是师兄不救 是师兄也无能为力呀 师兄 师父 算了吧 这是徒儿的命 何必强求 何必强求 此事 我还希望师父和师伯 戴维隐瞒 齐来山容不下一个病危的圣物来掌权 我也不想让石头知道 好 这事要实在是齐人太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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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有多少兵可以用 陛下息怒 三军还未完全准备整齐 此时如果惊起战事 恐怕是有损天庭威夷 往陛下三思 那你让朕该怎么办 让朕该怎么办 四凡本来就是天庭大计 追一个四凡案的仙家被杀 朕现在不予追究 往后但凡有神仙再四凡了 就躲去齐来山 这岂不是天下大乱 那天庭还有何危言 这仍然根本就不是办法 这石腰进一步 朕就要退一步 指不定还没等到 大能介入的时候 朕就无路可退了 不 对了 朕听说这石腰 是解空祖师的弟子 要不请解空祖师出来收拾 众爱卿意下如何呀 这 怕是找到解空祖师 也于事无补啊 当日那石腰大闹天庭 甚至被俘 解空祖师也未发一眼 如此情况 更是不可能承认 那石腰是其座下弟子 况且 我们也无凭无据啊 那你说朕该怎么办呢 当初朕为了天条的危言 将自己的亲妹妹 压在摇山下 足足压了几百年 任何人不得求情 可现如今呢 朕竟然被一个石腰所逼 而且束手无策 你让朕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呀 太白 太白 你赶紧想个主意 正如天王所言 此刻不能青年战事 那石腰也是看透了这一点 才如此胆大妄为 若以石腰之长 躲我们之短 属于不治 但是我看这事不如从长计议 这是让你拿出个办法来呀 据说那石腰要去阴曹地府探查生死部 依臣之见 陛下不如密会石地研磨 即时 是 尤权师兄 杨岚的病真的无法医治了吗 原来师弟已经知道了 他是我身边最重要的人 他身子有疫 我又怎能不治 你们哪 这男女之事 果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哪 如今看来 还是师兄这种咸云野鹤来的自在 至少不会 肝肠寸断的 师兄 你想想办法 只要能救杨岚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就算是要用我的命 去换杨岚的命 也在所不惜 师弟呀 既然你问了 师兄不得不实情告知 我回忧权故后 翻阅了很多典籍 又针对杨岚目前的情况 和许多道友做了探讨 如果你真的愿意 如果你真的愿意 牺牲自己的性命 或许 有一种方法可以救治杨岚 那就又老师兄了 这种方法 该不该告诉他们 说不定他会改变主意 为我完成最后的心愿 你 大王 圣母 端嘴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是有什么行动吗 我怎么不知道 大王要去地府查验生死不 不 我召集兄弟们 随大王一块儿去 那我先走了 跟上 杨岚 打算去地府查生死不吗 之前杀天兵的事 已经和天庭撕破脸了 必须在天庭有所行动之前 到地府查生死不 查经雀儿的去影 打算瞒着我去 这事是我一直都想做 我没打算瞒着你 非去不可吗 这是我曾经的承诺 我必须做到 而且我怀疑 你一定要把他找回来吗 就算他回到齐来山 又能怎么样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说不定 他已经转世了 就算他回来 或许也不是原来的他了 我知道 但我还是要把他找回来 我欠他一条命 欠他一个许诺 不能不换 如果我不让你去呢 如果我不让你去呢 算了 我不过 就是齐来山请来的军事 我们之间也就是一纸之约 不是 连一纸之约都没有 大王的事情 我何必干涉呢 你走吧 不送 此乃陛下秘旨 请玄冥王务必依旨意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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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玄冥王接旨 请玄冥王 以为陛下让你设服 帝府的鬼兵鬼将 怎比得天兵天将 即便比那四海之王的 虾兵蟹将 也还自愧不如啊 让将军见孝了 这个你放心 不会让你跟石瑶硬碰硬的 请将军转告陛下 臣必当竭力而为 这就是鬼门关了 过了鬼门关 就是存放生死部的生死殿 大哥 这地方一手难攻 小夕有埋伏 周边的灵力变化不强 应该没有埋伏 风铃 不要离开我十步以上 生死殿玄冥王 生死殿玄冥王 恭迎齐来山大王 恭迎齐来山大王 有劳也莫了 大王您驾临地府 无等是倍感荣幸哪 先别荣幸了 我是来找生死部的 快给本大王带路吧 大王 卑 卑职 已经给他们安排好驻地了 不如就让鬼差 先将他们 你说什么 他们都是来给本大王查生死部的 这都是来查生死部的 发心 不是全部 就我起了兄弟 这生死部那么多 我不多带点人来 你打算让我查到什么时候啊 老弟啊 我是个妖怪 说话直接一点 我赶时间 你要给我方便的话 我就给你方便 你要是 不给我这面子 天庭也保不住你 大王 卑 卑职明白 卑职明白 大王 请 请 请 这么多 三界生灵 生死部上尽有名 自然多了 大王 行了 你走吧 我自己找 大王驾临 卑职 怎敢 不侍奉左右啊 你找我死啊 你 是是是 告辞 我看 又玄师叔 你这是在干吗 确保要找的东西 可以第一时间觉察 动手吧 是是 是是 陛下 那石妖带着大批人马直奔生死殿 带了大批人马 真难道 好名字啊 难不成 这石妖还要攻打地府 怕还真是有这个想法 陛下 这石妖对此事极其重视 志在必得 当时我们真的若在生死殿设下伏兵 以这石妖的性情 恐怕会不顾一切的强攻 若是攻下生死殿的话 解释必将是三界的豪杰 剑马甩 花雾烟 却雾汹一生一满颤那见 愤无雨 却似你一举一栋情星斜 月皎洁 逃不过阴晴缘却惹人脸 蝶片剑 飞不过曾经沧海变桑田 我飞鱼 上下无千年 陷阶于人间 我尽光 生死轮流转 爱恨一线前 只愿赴世太迁 留不住三少年 回眸望一眼 悲欢离荷花语言 我无言 醉涌草木面 心无天地陷 一双眼 红尘里分辨 四字余深陷 若是望我流连 谁领我心光线 三生去一年 化为瞬间的火焰 三生去一年 化为瞬间的火焰 四海盖